《大陸的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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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水箱邊 有玻璃膠 其實剛從門口看過來的時候 都挺呆眼 都挺粗粗的 這個櫃頭已經實在 倒得太過斜了 水就流在地上 都更好 有時就會流落池子架 那本池子就濕透了 原定在去年6月入伙的日景龍灣 交流日期最終延到今年9月 留花期便上場達34個月 不過晚工不代表一定能夠出細貨 驗收單位入門口才發現第一個奇怪位 客廳多了一個類似通風槽的構件 剛才打開那個山口裡面 應該是一個煤氣的開關制 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可能都是在工程設計階段 或者是工程施工階段 一些協調的問題做得不好 才會突然間會有一塊這樣的 那個煤氣就放在這裡 然後再用一些裝修企圖去包裝 但其實都是非常呆眼的 還有它相對令到那個樓底窿矮了 有一塊東西下來 甚至乎你擺傢俬或裝修 都是有一個問題在這裡 樂園有部分的業主也都在網上反映這個問題 發展商承諾業主會負責將煤氣制 改去其他位置 不過改位都要涉及工程 可以想像到的一夥時間 分分鐘又要延遲 解決了煤氣制位置問題 又要面對身內多廚位 搞橫糧的問題 港隊聚令這個單位業主困惑的位置 是抬頭望到它 Kenny,不計開房式廚房 客廳這個位置大概是70呎左右 但看到頭頂就有兩盞大燈 其實為何這麼奇怪 是啊,因為這個位置其實只有70呎很小 其實一盞燈都已經很足夠了 我看回天花那裡 我看到在中間的位置 其實原本應該是擺這個天花燈 中間位置 現在就被一個消防衣霧頭擺在那裡 我相信當初設計的時候 可能都沒有什麼深思述慮 變成花刷頭就擺在中間 做了之後就沒辦法了 如果擺燈在一邊 就變成比較暗些 現在為了平衡 兩邊都擺在那裡 但可能就太乾了 這個開放式的空間只有櫥櫃頂滲光 沒有其他照明令整體偏暗 櫥櫃本身的手工也不理想 例如櫃邊結膠粗糙 抽油煙機頂傾尺 雪櫃門拉手變形等等 除樓附送的內陷式雪櫃容量不多 業主未正式入住 裡面已經結箱 建議找技工檢查清楚基件 項目300尺一房 黑廁要處理的問題 包括鏡櫃脫水銀 地台去水邊框高過地面等等 最不能夠接受的是櫃檯面裝不平 其實櫃檯面 通常不會斜得那麼誇張 通常都是做平的 當然不可以要求白分子白平 輕輕有少要斜的 如果這樣斜出來斜那麼多的話 你使用上這些位置一定會濕的 我就覺得要裝好一點 你說輕微斜的 有時你都折得住水擦得切 剛才水流得那麼快 是佔不住的 有時你站在那裡 可能真的腳都濕了 座次邊位用來固定水箱的櫃膠 做工過於抹褲 坦白說真的太過外邊 如果它放在裡面 你向這邊看 整條都是這個瓦 見不到這些 你不會覺得那麼肉酸 它就選擇了在兩邊 有一角仔的玻璃膠 用來做那個承托 其實可以做好少少的 譬如它收入少少 或者揭開在這些位置做承托 你根本看不到 日景龍灣位於青山公路青龍頭段 是內訪中國野金本港第一個住宅發展項目 項目由兩座物業組成 供應198個單位 地平在7年前以大約5億批出 每呎樓面地價3,700多元